那你现在退休开多钱呢 六千多一点 他公职符合我 他条件也符合我 长相也像这么的 多大小时候 我八十一周岁 哎呀妈呀他真年轻呢 你吃汤这个药了 大妈乡亲遇到高收入大呀 想中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最终结局却有点出乎意料 今天来乡亲的是68岁的安大妈 那咱就走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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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安大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还没等坐下 他就张恶着要走 因为屋里还坐着一位邻居大妈 你俩挺奔沛 你看 这我大姐 我愿意邻居 你还说 我老伴多年邻居了 可没想到安大妈 无心的一句撮合 竟真的促成了一段婚姻 不到半个月就传来了喜讯 哎呀叔 不妥协了 穿的也实在是太精神了 怎么掉了呢 哎呀叔 刚才遇见那个姨到楼下还说呢 说这也不是鼠甲呀 我说这 我说这我家 我俩共同的家 看我俩都般配 般配吧 为我勺 谢谢 双手握 您俩大喜大喜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看着一对新人的幸福场面 安大妈的心里更着急了 你带给我借数吧 代表领的 很有气质的 但我是好的 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的 哎 找这样的 根据安大妈的要求 红娘给他找来了一位大爷 今年八十一岁的梁大爷 是辽园市公安局退休的 老伴在十多年前因病去世后 梁大爷一直有心思在找个老伴 可这么多年却始终没碰到一个合适的 看来梁大爷对未来老伴的长相 那是相当的挑剔 那他会相中漂亮的安大妈吗 我姓安 我叫安静 我叫梁永年 没想到刚一见面 安大妈一眼就相中了梁大爷 第一印象挺好 挺有素质的 感情绿色 他在年轻 他可是 哎呀 人特好 刚见面 还没能聊啥呢 你就能感觉出的地点老好 一下就能看出来 啥人都能看出来 那梁大爷对安大妈的印象又如何呢 基本上可以吧 但是 一会儿再沟通一下 交流一下 看看咋样 接着安大妈 首先对梁大爷发起了提问 你是哪个部门退休的 我是公务员退的 我最后在公务员退的 教个小学 教个初总 后来呢 也当个校长 那你现在退休开多钱呢 六千多一点 听了梁大爷这一生从事过的职业 安大妈满意的补助点头 最后得知梁大爷每月高达六千元的工资时 安大妈的心彻底被征服了 可以说梁大爷的方方面面 安大妈都相中了 现在唯一差的就是一个年龄问题了 多大叔叔 你看我那边多大叔叔 我从你叔叔挺小 我八十一周岁 我八十一周岁 哎呀妈咪他真年轻呢 你吃汤吃个幼了 小腰盘还挺直流呢 没想到梁大爷 实际年龄严重不符的外貌 再次征服了安大妈 他确实挺年轻 他有点跟他那叔叔不那么太符合 你看那电视那老头一个 我八十来岁长的脸一大嘎 他眼睛脸啥也没有 哎呀他不恶性眼 安大妈对梁大爷是一百个满意了 但没想到安大妈在梁大爷的眼里却翻了车 他比这个年龄要老 你瞅一下梁大爷 我瞅他应该有七十多 梁大爷不光是邪安大妈容貌老 而且他的头发和打扮同样是不合格 他这个头发眼的那个色我不太喜欢 再一个就是有点浓妆艳慕 粉末的多 他粉末的多 听了梁大爷的一番挑剔 安大妈却直呼冤枉 我从来我都不合作 不过你唱着歌 我确实真没话 你个手真拿出来 真是没话 就是脱点口红 经过红娘的一番检查 安大妈的确是没有抹粉 而只是涂了一点口红 就是心里来了脱点口红 让你好好看 我跟他说 你那个眉毛是自己就是闻的 你是没化妆的吧 没有 你就脸上都抹粉啥的了吗 就抹点那个喜欢稿 还贱的 我都不抹贵的 本来没抹粉 却被说成是粉抹多了 这不明摆着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吗 接着安大妈也开始挑起梁大爷的毛病来 没想到安大妈的这句话 一下就激动了梁大爷 他说他就是农村 我就非常烦 你铁东不也是铁东吗 原来在四平当地 有一个不成文的偏见 四平吧 四平就有这种偏见 住到铁锡的 一般都瞧不起铁东 哪怕他就翻垃圾桶 在那维持生活的 我住铁锡 那也12886只 我住铁东 我不欠钱花 我不是平民 住在铁东 本来就被瞧不起 而梁大爷住的北摇地 被认为是贫民窟中的贫民窟 而梁大爷却始终不信那个邪 其实刚才能大妈说的那句话 只不过是随口一说 并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 但梁大爷却不这么认为 见梁大爷如此 咬住一句话不放 大妈也不禁打起了推堂鼓 性格不行 就我这孙子就一吐了 他还在意了 我还没打地儿 你是校长校好的 我是个大老厨没文化的 那你就说去有文化眼睛 不能接受就拜拜了 我说那咋咋咋敢这样 就虽然说吧 不成 咱们就当哥们处 你说行不大哥 可以 出唐一会儿 你也是就是缘分 那我就是你妹妹 你是我哥哥 今天完事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老铁 你觉得梁大爷是不是小题大做 欢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这个大爷跟以往的不同 别人相亲都是来找老伴 大爷相亲是来找免费的保姆 十分钟就把大妈气的大部流星跑路 大爷名叫张子复 是相亲界的网红扛爸子 今年的78岁 每月有5000来块退休金 是从事教育行业退休 大爷虽然是个老师 但是思想观念是非常陈旧 他看来啊 两个人相爱结婚以后的生活 男人就必须得让女人伺候着 这是从古至今的道理 夫人伺候老头 中国古今天天地义 你看你夫人 你不得伺候老伴 老伴 而且啊 大爷希望的爱情是真至美好的 大爷还说 感情里面要是掺杂了物质 不是真的感情 所以找老伴 有物质方面要求统统都不行 大爷啊 这是相亲节目 不是许愿节目 不光要求的伺候自己还不能要钱 说白了就是来找免费的保姆的吧 旁边的红娘都听不下去了 连忙提醒 大哥那叫照顾 那不叫伺候 那就变相说法 照顾啥呀 照顾和伺候是两回事 没想到大爷闭目色听 根本听不进去 反而还次强调就是伺候 红娘只能又问 那你伺不伺候他呀 你伺不伺候他呀 我咋伺候他呀 我不能伺候他 红娘再次听不下去 跟大爷呆扯 说老伴都是相互的 争执不过红娘的大爷只能说 我上中介花两千 找一个老伴 回来就伺候 两千 我就得了 大哥你去中介花两千 找的那不是老伴 那是保姆 但是他本人承认 您那都承认 就是老伴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就大爷这种要求 还真能有大妈相中 大爷听到有人相中自己 大爷给出了评价和赞赏 他识货 我相信他个白诚能看着 能跟我有个演员 而且相中我了 我表示赞赏再赞赏 感谢再感谢 没看着没见着面 他就他就有这个态度吧 我认为这个人很有能力 很有水平 值得我 爱 值得我追求 我表示同意了 同意在哪里呢 因为他是货 能相中大爷的大妈 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 难道大爷身上 还有啥看不到的优点 大妈名叫周淑英 跟大爷同岁78岁 每月4000块退休金 但是我就看他那是证件 他是有文化的人 有文化的人和没有文化的人 被网络都整 整整活都去 感谢大妈相中大爷的文化 我看以后谁在说学习没用 大爷身上就这一个优点 还让大妈相中了 大爷大妈见面之后 能碰论出怎样的火花 大妈刚开口话还没说完 被大爷直接打断 一句话把大妈气走 我们现在这一句话 造成那么一句话 哎呀还伺候他 你他妈呀伺候你 你找保姆去吧 这个来了掌口提前 那家掌口提前 我没提前你还不行 我告诉你 归根结的一句话 他想我长得老性 他要长个小姑娘 他要找年轻的 他要找一个年轻 他不好意思 年轻好 当然年轻 年轻好吧 我没有别的想法 我告诉你 我找年轻的绝不是性生活 我性功能已经严重帅气 跟我儿子我都说了 爸爸找年轻 就是能多伺候十年 二十年 知道如此 大妈也算看明白了 自己是看错人了 大爷是嫌自己老 别人都要钱 自己不要大爷的钱 我找老伴 啥意思 就是伺候你 就不能做范围 那你挣那么多钱 你再过去伺候你 那不也行 不说了 现在我跟你俩吧 就算告别了 就现在你这个态度和举止 已经不是我的要求的标准 我必须 我必须对有人伺候 儿子不能答应 儿子不能答应 啥也被说 见面是缘分 不做 不想做朋友呢 大爷的表现真的让大妈失望了 仰慕几十天不如见面十分钟 今天的相亲到这里就结束了 只能祝福大爷大妈 早日找到自己的另一名 不想拿位子 还要去寻找爱情 那你觉得啥算爱情呢 起码我看上去 就第一眼就像宝玉说 大玉能感觉 这个妹妹好像从哪见过 就事成相识那种感情 我还是有点 年过五旬 阿姨来相亲 一些要做个小女人 浪漫的爱情不能少 吓得大叔扭头跑 老年相亲是有多好横 相个亲谈古论间 还把历史人物的爱情故事 拿出来点典范 要是理解不了的 还真以为这人有啥大毛病 一番话直接惊呆在场的 所有人换水也扛不住啊 本期来相亲的是67岁的刘大叔 离义自身条件也还说得过去 一看大叔就是个干净立正的人 无论是自己还是家类 那都是收拾的板板正正 一看就知道是个讲究人 他自己还弄个小茶台 是不是啊 平时喜欢喝茶呀 沙发呀 您就是喜欢这样 是自己选的吗 是孩子选的 孩子选的 你喜不喜欢 喜欢 喜欢的 比较朴实 特别好 特别好 然后这个画也是你自己选的吗 是的 你喜欢养鱼呀 平时还喜欢干点啥呀 鱼啦 花 这些花都自己打理啊 这鱼养的真好 虽然房子很敞亮 可是一个人那也不是家 自打老伴去世的后 大叔整个人都变了 每当想起老伴心里 都是住不住的酸楚 心里对老伴深深的怀念 始终过不去这个海 平时里都是一个人生活 就自己孤孤单单的 待在空荡荡的家里 哪也不去 孩子担心老父亲 极力劝导 再找班一起共度晚年 一开始吧 就总想不开 总认为它在 就是天天自己都在哭 最近就是让这疫情闹得 在家待得太郁闷了 想开了 想开了 找一个知情大理的 两个人能喝得来的 你期待的那种向往的 未来的两个人的生活 是啥样的 两个人的生活 独受儿女的干涉 利手利脚的 有共同语言 我比较忠诚 比较老实 就是不良事后的 既然我俩人走到一起 我就要复得到底 大叔属实是重情重义的好男人 对于未来的老伴要求也不高 能他的事是过日子就行 对过世的前妻久久难忘回 对将来的老伴的指定是差不了 就冲大叔这人品 必须得给安排个适合的好女人 于是红娘找来了 今年53岁的张阿姨 自身条件也还行 没啥负担 原本的小日子 那也是过得幸福而温馨 前夫那也是要长相 有长相 要个头有个头 阿姨对于另一半的颜值 还是有所挑剔的 因为毕竟拥有过高颜值的对象 原本幸福美满的日子 到最后却是戛然而止 丈夫却染上了赌博 一发不可收拾到最后输的 那是一无所有 两手空空 阿姨无奈和丈夫离了婚 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 支撑起一个家庭 这期间的艰难 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如今一个人的生活过够了 需要找个办了 我看孩子也大了 而且需要上学 学费也得挺昂贵的 是不是 我再跟他过下去 孩子的前途就没了 你说能看出来 阿姨可能一直以来 他其实负担挺重 压力挺大 你从哪看出来的 表现长相就能看出来吗 看手 你看就是劳动人的手 看着脸这肠上 就是可能就能看出来 是从这儿吗 是从阿姨说的 手和脸看出来的吗 一个女人苦苦之称 沧桑早就印在身上 但是现在都已经释怀 如今把孩子拉扯到大城家里宴 自己也就释怀了 阿姨的脸上都是积极乐观的笑容 一切困难都已经过去 大叔这边倒是显得很是稳当 不咋爱说话 你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没啥要求 就是那时间过热 我俩人互相体谅 是吧 互相有些事 然后后到一起 毕竟是谅解 能理解就行 我想遇着一个 懂得温暖的 能够关心你的 体系好一点的 别有一些互相嗜好的 我觉得要求实力也不够 我这一生可以这么说 90%都是为别人活的 为啥呢 我这人呢 就是感觉到啥呢 就是说周边的 包括亲戚朋友也好 就是谁过不好 我心里也不得救 就想帮一把 那种责任心特别强 阿姨性格坚强 不怕施苦受罪 大叔重情 重义不离不弃 两人在生活上的态度 那是没得说 彼此之间的经历 也让自己受够了磨难 诉说经历 让两人都感同身受 好感那是蹭蹭 往上升 对于大叔 这种作为男人 有的人有担当 阿姨很是欣赏 大叔却对阿姨的长相挑剔起来 感觉他挺有担当的 那个 看到他照我的宝贝 十多年 人家也不离不弃 挺好 他不是三 实际上他长得一点都不年轻 可能觉得累的 超心 超心 对 那手你能看出来 死吧 那手吧 总干活 他不一样 他挺不容易 实际上我挺同情的 男人至此是少年啊 不管多大年纪 都是喜欢年轻漂亮的 可是人家阿姨这长相 配你也是绰绰有用了吧 毕竟一个单身女人的生活 很是不容易 坚强的在社会闯荡生存 留下点岁月痕迹也很正常 大叔也是能理解的 本也为两人接触接触 会产生好感 没想到阿姨一番话 直接把在场的人整不柜了 我说 自己无聊的时候 堂食送辞来 比方说 我也喜欢看 看看小说 《中外遗名著》啥的 都喜欢看 我说看人家活得特别统统 喜欢舒适 那种豁达 礼拜那种豪放 我说我看一点自己 幸好看的也说得多 比方说 新金刚 金刚金刚 圣金 如邪 道德金刚 文语 两个人主要是灵魂 因为说爱情 所谓的爱情 这个年龄好像不太好早了 就是能够灵魂相通 我去阿姨的说话 那是一套一套的 就这话说的让人出不及防 属实没毛病啊 年轻人也整不出几句这样的词 阿姨的知识库相当的丰富啊 博览群疏 把爱情都上升到灵魂的高度了 不得不说 别看阿姨这把岁数了 对于爱情的向往 一点不输年轻人 没点丰富的知识量 属实适合阿姨对话 接不上场 我的要求好像有点高 不太好早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 人能够对你就是温暖 知道 你觉得怎么算温暖 只是热就行吧 我总想要那个演员 第一眼看见那种感觉 就是他说呢 好像没有看感觉 好像没有那种没感觉 我还是找那种感觉 如果说话没那么坏想吧 我还心急呢 接触接触 别说大叔感觉有点 太过理想状态了 隔水也扛不住啊 这个年纪找对象 踏踏实实过好 两人小日子不就行了吗 哪里还有那么多 理想爱情故事 这把岁数了也折腾不动了 看来阿姨这么多年 缺爱要严重 如今还想着弥补呢 不想男女子 好像是寻找爱情 那你觉得啥算爱情啊 起码我看上去 就第一眼就像宝玉说 大玉那种感觉 这个未免好像从哪见过 就事成相识那种感觉 我还是有点 大叔就想找个过日子的伴 阿姨却想着追求浪漫的爱情 这两人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到不同不相为谋 三观思想那根本就在一条线上 也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看来老年人的思想 年轻人还真是理解不了 在这里也不再过多评价了 我也表态 就是我吧 就是不管找谁 谁跟着我 后半生 一定都错不了 太差了 错了 对 我感觉哥挺好的 对 真挺好的 我祝贵大哥 只见到找了那个心 一定能找到 因为大哥挺实的 确实也有 看听了 听到说对老伴 祝福你 能找一个成心如意 能疼爱你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理想生活状态 老年人相亲就是如此直白 合得来就处 合不来原地拉倒 这里也祝愿他们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留个赞 到一起了 我得吧 得要那个五万块钱 买点手上买点 你一共要五万干啥呢 那行 没事 找老伴找疯了 就这个要求 爸妈相亲口气比脚气还大 张口就要五万块零花钱 直言不给就免贪 可把大爷气坏了 俩人刚见面大马就没看上 哎呦 微眼圆 你挑眼圆吗现在 我也挑 第一眼最那个最重要 我认为他好吧 就是长得特别漂亮 好看 长得好看事实证明 那对你不好 你不也是白扯吗 前夫长得再漂亮有啥用 该爱的打你照样是一场没落下 人家大爷虽然老了脸 但是人家不家暴 自己长得和吃猪头肉吃多了似的 咋好意思嫌弃别人呢 大爷也知道自己年龄不占优势 主动的和大妈闹了起来 这是啥你 四千块钱 没这个工资 没这个负担 身体还没啥大事 大妈这次来相亲的目的很明确 就想找个老头给自己两个钱花 眼看大爷竞舍这些没用的 大妈直接进入主题 主动的了解了以后怎么生活 光说旅游 你对钱那是一个字都不愿意提啊 都快把大妈寄出内伤了 这年头要的钱咋这么难呢 眼看大爷五年三道的 大妈开始疯狂的暗示 我这么想的 居然成家了 得爱家顾家 得心疼女人 得活也是 就比如说跟你在一起的 活都可女人 男人说我找你 就像登堡牧师 啥都 人这个都有欲望 谁就想要对方这么的那么的 我觉得人家是不对的 应该互相奉献 但也不想要你赐我 因为我也不是说我双部企业 我什么的不能动的 就你这样的还敢校长呢 这么简单的阅读理解 随便拉着小学生都知道啥意思 大爷硬是没着明白 咱就是想要俩钱 你巴拉巴拉 怎么还扯上相互奉献了呢 眼看大爷根本不明白 大妈直接就参牌了 我儿子那个没结婚呢 结婚的话要是 如果要孩子要花钱 花啥的能不能帮你吧 如果我家孩子要跟他 要是说他送你家去 就是我孩子没有 现在没有楼沙没有 要是说结婚的话 最起码得有个地方住吧 是吧 你能有地方吗 我第一个苍天啊 这是来了指什么鸟 人家找老伴是给自己找个家 你是给儿子要房 赚才里想的挺美的 朱大爷 今年65岁 退休金每月3000元 有房 以前的老伴特别好 从来不再惹我生气的 就连我 我连外面都没洗过 这么大分钟 裤衩从来没洗过 那你好久还能 好他留着呢 家里生活一切全都他包了 他都他管 医生我从来不洗 我医生哥哪都找不着 他就给我找 我换医生 他都看我妈也给我换去 换洗完了就给我洗了 他是知道您平常工作忙 所以不给您添麻烦 不是忙 不忙 他人的脾气 他就能干活 从来不惹你生气 我们俩从来不打仗 一辈子没吵过架 脸儿没红过 有多少有半嘴的时候 但是从来没红过脸 什么事都是好好沟通的说 还行 近几年 他头几年死了 没了 没了 上长远给我溜着去 我这还活呢 夫妻匆匆几十年 相浮到老全在天 几经风雨终不悔 与此偕老真不易 自从老伴去世后 大爷的生活如同嚼辣 每天不是砸些店 就是听广播 由于这些都是老伴平时喜欢做的 结果大爷不但没有走出悲伤 反而对去世的妻子越发的思念 回想起跟妻子同甘共苦的日子 大爷觉得现在的生活没字没外 在柴油机场 柴油机场 柴油机场 在车里当利用的 当装利用 以后就下海了 不当工人了 当工人太累 挣不住钱 那个挣得多 那时候挣钱多 做买卖挣得多 上班约挣什么百八十块钱 不好干啥 做买卖几天就能挣个万八的 那您现在条件也得不错 是不是 还行 够吃不喝 现在就退休了 吃也吃不饿 喝也喝不饿 抽一抽就抽不饿 完了到老了就不行了 一年那么做事也不花钱 我也给拿钱 一年给七百二十块钱 做事也花不了 有时候孩子开车去 开车接我送我去 孩子有车 去年天我现在还有五百多块 没事我天天坐车出去溜短 坐哪算哪呗 坐哪算哪 坐哪再早回坐 再回来回家 看看景啥的 对对对瞎溜的 妻子的去世让大爷失去了一切生活乐趣 不管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最后在女儿的支持下 大爷决定找个老伴开始新的生活 找个差不多的 也得有老宝的 有老宝的 老宝还有这个医保 对啊 哦 那其他方面呢 有什么要求呢 贤惠一点呗 贤惠一点呗 他别别别别别别别弄乱 做好事 熟悉过日子人的 正经人呗 对不是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小哥找到了今年57岁的展大妈 是不是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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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阿姨 那个头一回到您家这块这个叔叔 然后给咱叔叔介绍介绍 咱那个地方不是比较特别吗 你不是咱家我们在看啥家办公室 好事 坐这坐这 坐这 坐这叔叔 完了楼上那个是干啥的 楼上是一起住的是吧 我们在一起住的 叔叔说不咋一只神啊 哈哈 阿姨您也坐 您也坐 然后我坐边是吧 咱坐下慢慢闹 刚见面的时候感觉这个阿姨对她印象怎么样 还挺好 还挺好的 嗯 啊 然后那个介绍自己的时候怎么没多说两句话呢 也不会说呀 没有 没搞过这些 啊 他 这个好内向他就是 白说话呗 白自身的那种 两人见面后 大爷就向新媳妇上教 扭扭捏捏 大妈直言这不是自己喜欢的性格 为了给大妈留下个好印象 大爷决定主动出击 这孩子干啥呢 我这孩子在上班的办公楼跟着上班 这就是这个阿姨家的这个办公楼 完了楼上正好小两口住 嗯 嗯 你儿多大了现在 我儿今年都二十四了 二十四了 嗯 还没生家呢 没有 就那哈有对象 啊 有对象去 嗯都在一起 嗯 有对象 你能收拾多少钱呢 我自己现在已经约3500上班 啊 你现在上班呢 嗯 那你不是3500了 你挣3500 你家老婆还是多钱呢 嗯 也得按2000多呀 嗯 那开1000 按2000块钱 17800块钱 既然话赶话说到这了 爸妈就开门健身 不一样这藏着了哈 那我儿子真是 其实我退了休 我也自己有工作 有那哈了 退休间 自己也能养活自己了 我现在这些年就是我 没说阿姨孩子 我就跟他有毅力 没说他要是有3500 那我就完了 真的 如果要是那啥话 我儿子能接受我儿子不 我儿子那个没结婚呢 没结婚都得结 不是一家 你一家两家 那千家万户都得结婚呢 还有他 他结婚的话要是 如果要孩子要花钱 花啥的 能不能帮一把呀 艾玛 原来是脱了裤子打老虎 不是不要命 你是不要脸啊 咋的是想把自己 卖了给儿媳妇过彩礼吗 真是海底栽花 根子深了啊 要说大家还是有实力的 想都没想 直接就把这赔钱的买来应下了 真是包袱不洗脸 大方啊 不但养老半 还要给人家养儿子 大爷家底不显啊 真是破锅自有破锅盖 啥人都有啥人啊 往往这种情况 一般老头早就抬屁股走人了 大爷飞的没走 还大手一挥 这三四十万说的 就跟三四十块似的 看着大爷如此痛快 大妈心里也有了顾虐 什么情况 这老头 不会身体有毛病等着我伺候吧 那你那个啥大概你有啥毛病吗 没有啊 我有喝酒毛病 抽烟的毛病 抽烟使人陶醉 喝酒让人迷移 烟酒你都不会 活着就是白费 一听大爷的小爱好 大妈那脸一下子 拉得比鞋拔子还长 抽烟喝酒 我还烦了抽烟喝酒 抽烟死不了 那个 本身我家那个原来就是他喝酒 喝酒 他要不喝酒他死不了 你真是 去喝酒抽烟 什么意思啊 抽烟喝酒的都得提前见眼望外 真是猪八戒吃人参 不是好歹 为了那三四十万多少 咱也得让一步啊 按理说 大爷也该炸毛了吧 可是他没有 那事 总是跟喝酒抽烟有关系 大爷咱是耳朵长茧子了 还是思维没上线啊 这也太能忍了吧 看着大爷这么好说话 大妈又开始得寸进尺了 直言跟你在一起 咱就是为了赚钱 就算成了 我的忠心还得是我儿子 给我儿子 开孩子 接孩子送孩子 那儿子都得拿 他上门 我上门 跟着一块走 对 一块走 我们去温流 兜流 越来越工程都养我 越开三多钱 那个没事 没问题 经济发展没问题 没问题 那钱流多了也没用啊 死了也背不走 是不是 这大爷这是中了哪么的血啊 不仅跟着去人家看孩子 还要把工资全都拿出来 想的挺开啊 按理说 大妈也该建好就出了 结果这老太太是一时不愁想当官 得了皇帝想成仙 一会就让大家看看 啥叫贪得无厌 我低个苍田的 不要以为你长得稀有就是个宝贝 现实和想象往往不太匹配 给儿子要了彩礼 又开始惦记人家的房 真是深嘴舔月亮 不知天高低厚 虽然大爷不差钱 可以不是大冤种 既然不懂得建好就收 买卖到此结束 那没能地儿 能结束吧 没能地儿 我能地儿 我能地儿 阿姨的意思是说 以后您带着您的儿子 还有儿媳妇 然后去咱叔叔家去住 那最起码的要是干啥 就得那么点 那是不可能的 反正我走哪儿 我得带着我儿 我以怜小而不为 勿以贪小而为止 这下红娘小哥也无语了 你儿子这是没端奶吗 我说啥事都跟着搞 我让儿子一定有自己的生活 他自己生活那啥 他该上班上班 上班吧 我儿子一定是一样的一票在身边 是不是 是这么个情况 可不是吗 你娘俩真是心中有稿 真能算假 嫁了老妈 娶了媳妇 既然解决了婆媳关系 还省了彩礼 可谓一举两得 这是谁是无聊是不是 就先想卡他一下 看看啥样 看到他有啥感情呢 我就想卡他一下 先看看 说白了就是怕手了呗 大爷的极限你也摸到了 倒嘴的肥肉也让你给卡飞了 我就跟我儿子还说 我们自己挣钱 我也不找了 这个想法不错 说到一定做到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他说就是意外 就是你也别介意 就是你要找我投钱了 那我就得给大家住到死为止 我不能就是 你家儿女把我赶出去 那不行 那你的东西还是归你 那不行 不行 这个肯定不行 我要死 你就得走 大爷上来就软饭硬吃 不仅要倒刹门 还要住到死 被大妈一口回绝 妹妹 这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徐大爷 今年65岁 虽然有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 但没房没存款 月月还给儿子还房贷 日子过的是捉襟见肘 本打算一个人 就这么打算孤独忠老 可是白天不懂夜的黑 看着别人手拉手逛公园 大爷还是忍不住 春心荡药了起来 我没什么打电话 骗我几回 那啥吓宰的 看见面的那人就出来了 就在那坐着 这人挺好 这挺好 你俩聊着 完了没说三句话 他说那你点什么 给送花 往后说花在哪里 他说花就在下面一点 就一坨了 然后说点个三十 完了就点灯气了 点灯气了 没聊两分钟 他说你下去吧 我们还有别的相亲 没起来受骗 完了第二天 完了那个女生把那个电话打过来了 他说你相信我 我说我相信你了 可以 咱俩又是都同意的话 就跟那个微信聊 他说那不用 再上那个玩 对再上那个玩 又那一下 就这么买一百块 买一百块 我说这会能行了吧 又没聊了 就是完了又没了 大爷你是下降棋把妻子吃了吗 怎么一脑袋泡呢 这么明显的骗局这么轻易上钩了 看来是对爱情渴望到失去理智了啊 自从电视上看到咱们的节目后 大爷刚被焦的拔凉的小心脏 再自然烧了起来 就那回看完你们的节目时候 那个喝喜酒 那个你拿着那个 那个都是性红色 送这四件套 对对 我说这个是真的 不是这个行 完了我就挡回一个脑 然后说报名 从发现我们平台 一直到你报名 这个时间看了多少时间 不到一年 也看挺长时间 也将近一年 是 虽然找老伴的心情是火热的 但是大爷也有不自信的短板 就是没有房子 就是说那个房子啊 原来给那个天天下来住的 他21平方米 后来动签了 后来给孩子搞个50多点 57一点 剩下的那个政党钱 都添面的钱了 不添不行啊 孩子结婚了 那个没有房子 但是我就心情是 他有房子 我自己一人就好办了 就是这么想 为了让儿子能取上媳妇 大爷把房子给了儿子 目前一个人租房处 那红娘给介绍的大妈 能接受老头到插门吗 一个人过去真没意思 真没意思 觉得可无聊了 我想从大理那边 或者是山东危海那边 把这房子卖了以后吧 可这边买个小的 往上那边再买一个 找一个地方 去养老 对啊 往我就行的啥呢 你说离开这个地方吧 你跟前有个人行 这阿姨还得找一个 能陪你一起往出走的人呢 嗯 找 是不是啊 对 所以想给阿姨安排的叔叔 是一个没有房子的 但是呢 可以上女方下生活的 这么一个叔叔 也行 也行 找呢 就得慎重找 找就得找个白头到老的 有房没房 这都不主要 主要的是人品 两个人能说到一块堆 行 然后那个叔叔这点也差不多了 也应该到楼下了 我去迎接叔叔 看来大妈还是把问题想简单了 没听说过请神容易送神难呢 都说头对胎 选对狼 抱对大腿 选对房 好坏不说 怎么也得找个有房呢 咱不能老鼠偷乘坨 倒贴吧 既然接受倒插门 那就见一面看看 是不是您的菜吧 行 可以 可以 也还是可以 相当欢迎 就是你没看我对那个地板笑吗 两人见面后 大爷不仅相中了热情开朗的毕大妈 更相中了这干净宽敦的大房子 高兴的牙花子都藏不住了 可大妈的态度却不温不火 直接问起了大爷的生活习惯 喝酒一天 就是晚上能喝点 喝一两半左右吧 还得有好菜 有没有好菜 还不想喝 一两天 有时候两天抽一包 有时候三天一包 我那过敏性鼻炎 就是这个盐 这肯定是什么 因为闻着就打替吻 那假设我外边炒完盐 过一会儿回来 你能不能行吗 那你身上有味 那也不行 身上有味 那肯定是什么 这个你味道 你身上的味道 甚至说过敏性鼻炎 就是一个人身上出汗 也有一种味道 有的味道就适合 有的味道就不适合 有的人身上出汗 味道 味道就好闻 有的人出汗 出汗的味道不好闻 你说改这味道出来不行 我可以上外炒 你要说实在要是不行 那就别炒了 慢点记行 抽了 慢慢记 为了能顺利抱着 每人住上大房子 大爷都能把抽了 几十年的烟给记了 真的是屎和浪 垫桌子腿硬撑啊 当然之所以能握心肠胆 做出让步 那都是有原因的 记不记忆男妈 到女方家生活 这个我都不记忆 你的财产是你儿女的 我的财产是我儿女的 对对对 我想在山东危海 或者是大理那边买套房子 买那么多房 还有住的就行 我买房子都不用你 一分都不用你 装修钱我都不用你 我说这意思就是啥呢 到老了咱们们说不在了 都是孩子 瞧把你给下来 又没打算让你出走 你操啥心啊 卷着铺盖 跟着大妈上走天涯不爽啊 可大爷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老太太把房子卖了跑危海 我不是离儿子远了吗 虽然知道这老头 是徐卑红的马中看不中用 但是接下来大爷提出的要求 让大妈瞬间清醒 在一起吃五五扎凉的 那一老病死都得有吧 是不是 当时说 就是我先走了 那就没事了 就是你的东西 或者谁的东西都归你了 假如说就是意外 就是你也别介意 就是你要找我偷钱了 那我就得给大家住到死为止 我不能就是你家儿女 把我赶出去 那不行 那你的东西还是归你 那不行 不行这个肯定不行 我要死你就得走 真是叫花子剪金条 竟想好事啊 做梦也不是空虚一场 是老天对人生的补偿 大爷这头也是到手的肥肉换骨头 心不甘 于是打算让红娘再帮忙住住宫 不行可以写上了契约 到这空虚去工作去 就是你的财产 你的东西都归你 就是说我自己的东西都归你 我要什么也没有用 你说我再问问 你看看她到底是啥想的 我来看看因为别的不就办法 叔叔其实还是提了一下 想证据一下是吧 想证据一下 这个女方挺好的 她东西都给她儿女了 到老的时候她儿女有义务得管 所以不行 就随时掌柜的愣给咱们 对着咱们这不行 我不想说给我儿女添更多的麻烦 其实刚才叔在那屋还跟我说 整体的感觉特别看好阿姨 还让我说能不能想个办法 看看争取一下 弥补一下这个事呢 我说句实在话 我没有完全看着 就是瞅这个人没有心动的感觉 没心动那就对了 都这岁数了还没混出过房子 想想这的多无能啊 恭喜大妈成功毕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 你女的要是太强势的 咱就免谈 什么强势的呢 那就是我想当家立即 啥都我是说了算 我就是不欺负你男的 你男的也说了不算 都得听我这 这个往下就没有谈的 这个我接受不了 80岁王大爷再次来相亲 相亲现场就属于当家的问题 豪横表态 却不料遭遇强劲对手 那二人的相亲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老铁们请不要划走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孩子忙你们呢 赵燕 70岁 丧好 退休金2000元 老家白城 现在长春与女儿同住 赵大妈的老伴是两年前去世的 老伴去世后 孤身一人的她被女儿 从白城老家接到长春居度 但一直在女儿家生活 毕竟也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赵大妈打算再找个老伴 赵大妈曾经上过一次我们的节目 但那次相亲没能成功 这次她打算托红娘给她再找一个 我看你给我打电话了 你的意思是说还想再找啊 你咋的得找个伴 你说自己多孤单 那这次赵大妈想找个啥样的办呢 第一点没啥限制 跟哪都行 删她那也行 删我们那也行 那如果说是在郊区呢 就是有农村大院 大人她有没有工作 有工作 有退休金 那也可以 红娘把王大爷的情况简单 和赵大妈介绍之后 赵大妈表示 可以和王大爷见见面 于是一大早 王大爷就坐车 从双阳赶到了长春 来请进吧 请进吧 来来来来 王树心老师 王老师 我叫王树心 然后这是赵燕 赵燕 赵燕 刚一见面 赵大妈对王大爷表现得非常热情 又是地水又是端水果 这让王大爷对她的第一印象非常不错 演员还可以 那你看那个赵大姐这个为人节目呢 啊 她这个体重还是不错的 但赵大妈对王大爷的印象却很一般 长得太老了 你觉得身体大吗 身体还行 但是长得很大 一不算太那么水起了 王大爷对赵大妈的第一印象挺满意 但赵大妈却觉得王大爷长得有点太老 接下来二人坐下后 王大爷主动试探起赵大妈的态度来 眼看自己的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 身边没个人确实不行 于是马大哥在儿女的鼓励下 报名参加了我们的节目 那如今的马大哥想找个啥样子办呢 找一个身体好一点的 利索的能干活的 身体好 能干活 对未来的老伴 马大哥就这两点要求 那身体硬朗又能干活的刘大姐 会是他要找的那个人吗 第二天一早 红娘就带着刘大姐来到了马大哥的家 你好 你好 刘凤琪大姐给你带来 你好 简单的参观完马大哥的小家 刘大姐对马大哥给出这样的印象 马大哥对刘大姐也非常满意 第一关演员关两人就这样顺利的通过了 而在接下来的交流中 二人就像曾经相识的老熟人一样 越唠越合拍 这番交流让二人对彼此的好感度迅速上升 马大哥更是主动为刘大姐洗洗洗洗买的葡萄莱 他怎么买的葡萄莱 我刚才去求的昨天在网上订的 我们这刚才买菜吧在网上订的便宜 大姐还几个还说他胖子啊 哎呀 听懂生活 听懂三个 说这心内话 一个人也都退不够了 还怕这个人死在屋里 你当老大姐就有伴人了 哎呀 没有伴的事情 满堂儿女夫如伴陆夫妻啊 又是几句默契的对话 让二人的心再次靠近 二人坐下后 马大哥又和刘大姐介绍起 他家附近未来的发展前景 我这块奖来 今天到南天有两个欧家商场 那多好啊 我这块奖来有发展 西边那块有一个 亚洲最高的楼 听了马大哥 对未来蓝图的描述 不禁让刘大姐 对将来二人的生活 平添了一份期待 一点相中了 大姐 对 人也相中 人也亲 刘大姐这突然的表白 让马大哥顿时觉得 幸福来的太突然 你太直接 你太直接 眼看刘大姐 对马大哥的人也相中了 房子也相中了 而马大哥对刘大姐 更是一百个满意 现在刘大姐 就差一个最关键的经济问题了 这有些事情 那个岁数大了 你根本你就达不到了 嗯 差不多就行 差不多就行 我看大姐 你像我这个岁数 我这个岁数 我还揣个心眼 我还要自个 要健康 你看有些 那个夫妻生活 都达不到你说 那这不就是大问题吗 啊 这事实大了 那方面啊呀 这这 大爷够狠的 上来就把大妈的希望给灭了 没了爱的滋养 大妈能统一吗 刘大妈 今年68岁 退休金每月2000元 有房 上一次你说红娘给我介绍一个 嗯 没太相中 嗯 这次呢 我还得求红娘 哈哈哈哈 再帮助我学一个我喜欢的哈 我还要找回我的爱情 年轻时候跟罪 没有爱情 就是打我过日子 没有感情 大妈已经上过一次咱们的相亲节目 因为演员没过关 最终没能牵手成功 如今依旧渴望幸福的刘大妈 决定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于是红娘找来了 每月退休金4000元有房的王大爷 哎呀 来 来 咱先进来 哎 这就是大姐家 嗯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幻想做好 嗯 这个叫王长吉大哥 然后刘凤琴大姐 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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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嗯 坐呀我坐呀 嗯 是一个大姐家屋 嗯 嗯 挺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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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印象还行 嗯 第一印象不错呀 可以吧 嗯 个头上长相还行 好 这个女人挺善良 看着挺善良 给人第一印象挺善良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感觉还算不错 于是决定好好唠唠 但得知大妈家还住这个前夫 大一瞬间像抽了架的丝瓜黏了 带着前夫来相亲 真是嗓子也放炮 你咋想的呢 还有一个前夫在 没上头老说 在家待着呢 有病的 谁啊 嗯 嗯 但得前夫 嗯 前老头 他不生不生气啊 他不生 离婚了他生哪去 是离婚了 离婚了多少年了 不离婚能找老伴吗 哈哈 啊 这看出了 是啊 那不为了儿子吗 都离婚了 他还照顾他老伴是吧 这点做得挺到位 多年前的大妈因前夫长期酗酒家暴最终离婚收场 如今前夫有病为了给儿子减轻负担 迫不得已把前夫接回了家 虽然对大妈的行为心生佩服 但是大妈在饶老伴 前夫能建议吗 采访采访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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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躺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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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呢 坐坐 没有灯啊 坐床啊 坐床啊 你贵姓啊 姓门 姓门 啊 门 姓门 大门的门 六十多了 啊 老是六十八 六十八 六十八 这人大哥问我找老伴 你该做不 什么心情啊 我们俩要住在一块 你反不反对 不不 那不反 不反对啊 你这事吧 你又是啥呢 我们已经都办了个 一挥手 随时都是好事 这个答案你有了是不是 咱就让大哥休息吧 咱上对边咱落咱的 是不是 大哥是不介意他前夫再找的 你这有什么心想法 真心鲜呐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啊 找老伴还得征求前夫态度的还真少见 有了前夫的态度后 大爷终于吃下了定性碗 大妈这头问题整明白了 大爷这头又开始老牛吃草 吞吞吐吐 开的四千四百多 那行 在工人当中算挺好的 算上中的 但是我个人家也有点小插权 有点负担啊 有点负担 我儿子结婚完 又添个小孙女 我说那个看还我看 我也不会看我也看不了 拿出一千块钱给那个孙女的生育费 咱就不用给她看孩子了 是不是 就不用看孩子了 咱俩要成了 过几年以后 咱俩是真处好过好了 我也可以给她带的 没事 是不是 送过来能不会看吗 你想的怪远的 是啊 说你能想到这一步啊 你这个人呢 善良啊 真的 真是冷灰里冒出个热豆子 出乎意外啊 大妈对金钱的态度 再次让大爷对其刮目相看 可接下来谈到对老伴的要求 让大爷犯起了嘀咕 看吧 这是罪名之一不在酒啊 我找一个就知道心疼媳妇的 心疼媳妇的 心疼媳妇 我这一辈子我没有 这里可包含不少的层面啊 心疼媳妇 心的心疼媳妇 行动也得有 行动那你做不到位 那有些事情 那个岁数大了 你根本你就打不到了 差不多就行了 嗯 差不多就行了 我看打个皮衣挺好的 我这岁数我还揣个心眼 我还要自己要健康 你看有些那个夫妻生活 都打不到你 你说那这不就是大问题吗 啊这数字大的那方面啊 那方面咱也别考虑 你是打不到咱我也不能贤苦 没想到啊 大妈还想再享受一把春天的 结果一下子就被打入了冬天 大爷的态度很明确 老夫一疯到多年 无法提供爱的供养 无法提供爱的供养 如今在找老伴 只为找个陪伴 你要还有要求 恕我无能为力 于是呢 为了走到一起 大妈再次坐出来让步 对于大爷的力不从心 大妈再次做出让步 得其若此 夫妇何求 这回对大妈是彻底满意了 我要求不搞满意了 嗯 大姐呢 还想处处看看呗 回家了解了解 嗯 留个电话呀 微信呀 是不是 那那我 嗯 你帮我去电话接下来吧 你往我手机打 我我告诉你 这是手机 嗯 两人牵手成功后 本以为已经开始了 没羞没骚的幸福生活 没想到的是 洪娘再次接到了大妈的电话 被老头放歌子了 你俩当天聊得不挺好 你老是挡着了 聊得挺好 后来他一周也没给我来 微信也没来电话 完了他也没打 我没他打 后来过了有六天嘛 他给我发微信了 那意思是还记忆 俺家那个谁 前老头 只是那意思 你们还是按原先证的生活吧 啊 得知因为自己当了大妈找老头 前夫主动提出搬去的养老院 于是为了大妈的晚年幸福 洪娘又给大妈找到了 今年71岁拆迁大户的马大爷 这屋是大屋 这是足够食 对 挺好的 这边是羊羊 一个人是这样 可以说是我这些嘛 比较邋遢 你也挺干净的 这辣 你也挺干净的 阿姨一个男人种 就挺干净的 挺好的 是吧 看大哥第一演员来 你怎么打呀 还行 还行 有演员啊 还行 老头长这样就行了 嗯 那其他方面呢 觉得 房子也行 嗯 再闹呗 看着大姐弟演员来呀 嗯 人挺好 挺标志 挺标志 只有好的心态 才能保持愉快 爱情也有好来 绝对不可草率 我是愿意等待 哪怕青春不在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感觉 对非常不错 通过了解 更是越唠越对撇子 为了尽快服务家人放心 一落座 就开始介绍 自家房子的地理优势 我这块吧 我这块讲来 今天 到南天盖 有两个欧亚商场 西班那块 离这个 这没有一体地 拐过来就是 有一个 亚洲最高的楼 88层 一点相忠了 大姐叔 对 人也相忠 人也行 人也行 你太直接 你太直接 哈哈哈哈 70 70岁了 70岁我毛岁都68了 你毛岁68 大三岁 大三岁 就正好 大三岁正好 哎呀 就说正好 咱俩就处着看了 咱俩就处着看了 现在就处着看了 这说着风 便扯鹏 够心急的 先别高兴的太早 过不了谈钱这块 落得再好也是浮云 你这个以后打算咱俩还真在一起 那个生活费 咱们这么说 现在是没有挣钱之道了 我还没有工资人 你有没有医保啊 我医保没有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啊 我就只是自己的餐仙款存起来 花着点利息 利息一个月能有多钱呢 一月能拿两千块钱是吗 行 拿走两千也行 那不过我再添点 没错 那是最好的 那是最好的 求之不得呀 丑丑 这格局 这态度 绝对是老年相亲界的典范啊 本以为经济问题告一段落 两人一起展望未来时 大业这头却又反悔了 两千块钱吧 但是俩都会对吧 两千块钱我就没抽过眼钱了 还得跟他商商 你得给我留点眼钱呢 一会我就跟他拿商商 这么多 给你一千吧 那二百块钱 你别一千吧 就两千就够少的了 我还得抽烟呢 抽烟你的老板 聊聊到行 他就是钱的问题 钱的 我说最少两千 他说整一千吧 还讨价还价呀 开什么玩笑 两千够少了 还想要私房钱 给了九寸想十寸 得寸进尺啊 你先别讨价还价 大妈也后悔了 这下还得再讲讲 我不仅不给你掩钱 你还得再往外掏点 我就是那个意思 完了那个咋俩生活费吧 完了你就给我两千 完了剩下那些什么水电费 那些完了饮酒 这两千块钱呢 就是买菜买啥呢 买个衣服啥的 像你是没有鞋 买个鞋了 我也是 都包含在内就得了 看着 他就你说都棒了 他就你说都棒了 妥了 既然一切行动听指挥 那就赶紧表个态吧 是不是啥问题都没有了吧 没有了 大哥呢 是不是也没啥问题了 我也没啥问题 那想法就是想 处处呗 你俩 有这个心思 有个联系方式 留电话呗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 我滴个苍天的 你想找个光流水滑的 那你也得四眼齐啊 不到一米五的半餐身高 外加是奇特的神美 真是猪八戒给孙悟空照相 笑话人家没人样 是梁静如给你的勇气吗 今天来相亲的张大人 每月工资三千元左右 有房 这心里的话 看眼睛有咱们有咱们 闹心 我想找老伴买个新床 是吗 这床也新买的 没有和女人没奶过 为了再续闲 大爷是有为而来 不仅买了套新衣服 还特意买了张新床 大爷是个要强的小老头 看着人家都成床入队 自己行单影只 而女又离得远 大爷心里很不是自卫 于是决定乘胜追击 看眼睛一堆一堆都留的 你说你一个人 男 不不胆 儿女离得远 儿子多长时间回来一次 一年都看一次 也就是半点时间回来就走了 我一送我儿子上机场 不敢送了 到停车 那个缓台 一进屋 儿子一抱我 我就堆了 你说你想儿子 就晚上有没有哭过 就是自己一个人 哭过 哎呦这么一说 我感觉你 眼圈又红了 儿大不由娘 开山始作庄 虽然儿子事业有成 奈何不能半起左右 老爹一个人在家 也是很不放心 对于大爷为爱 启航的想法 更是全力支持 儿子是不是也非常支持 想让您找个老伴 太知心了 太省心了 他也不放心 是吧 不放心 卧单鸳鸯鸟 重寻白发机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了解完大爷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爱打扮 不差钱 只为寻真情的李大妈 但我这一生不缺钱 因为我这一生 就做服装生意 完了就开始开饭店 饭店有一般人 家也干不过我 既然如此优秀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大妈有什么要求呢 我想找一个 有房有车的 最好他也会带乐器 因为我和他要是相信成功了 我就一心不实地跟他 有人能疼我 我也能够能疼他 但是他要会点乐器就不同了 那你们两个可以合作一下 对呀他就愿意听你唱歌 要是不会乐器的人 他不愿意听 爱妈 真是飞机上挂的活 高水平啊 有房有车小咖我能理解 但是还得要求会乐器 过琴瑟和鸣的神仙班圣国 这要求就高了 但是红娘是谁啊 今天的张大爷完全符合 哎呀叔叔今天真帅呀 你俩真是要演出啊 我是经常演出 叔叔 在轮上呗 在轮上呗 哎妈 这出场方式也太隆重了吧 蝴蝶结带的真够别着的 知道的你是来着老伴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拜堂的呢 看到大爷的打扮 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好马配好啊 好衣服就得好体型穿 缺力配布膜 真是一点都不带错的 就今天这打扮 只能送你一句邂逅语 毛坑里洒香水 多此一举 爷 你可拉倒吧 红娘你这不是没话找话 难为大妈吗 说像刘能大爷不高兴 说像孟非 孟非好像也不能承认吧 两人落作后 大妈主动介绍起自己的情况 没想到这老头像是吃了枪啊似的 大妈说一句 他就顶一句 生怕被大妈比下去 咋的 今天是比武道歉吗 现在也40多了 我也没啥负担 我不欠钱 我也没少生气 我就来拉菜了 我挺有主意 我对啥事看得开 想得开 那个年代的人都行 都锻炼过了 我做菜 我也会 我在大酒店开个车 搬车 大酒店后厨经常去学看 阿姨之前是开饭店的 我也看过 干过 你也干过 干过 那不是说你俩还有共同经历了 那个时代就是 没人家嘛 真是神仙放屁 不同反响啊 你牛你厉害 啥啥都这么优秀 还找老伴干啥 就你这不服舒服的嘴 就算有了老伴 不出三天也能让你对回单身 眼看场面越来越尴尬 红娘赶紧转移话题 两年前 大妈腿受过伤 留下了病根 结果大雨出惊人 丝毫不给大妈留一点情面 而且还不忘补一刀 大妈在那都火烧屁股 坐不住了 我的腿吧 出发车后腿现在 这既然恢复两年了 大姐的吃力一点不行 都煮爽歪的 真的恢复好了吗 现在也没算太好 阿姨腿这个情况 您介意吗 介意 没事 介意没事 她如果也介意 就是我俩就当普通朋友 现在形象很主要 不管男的女的 其实长的都无所谓 因为这个年纪了 早就这样 就别像年轻人那么漂亮 我要像设计区这么高 我早嫁出去了 没问题了 工资不用三千 两千都出现 那您是如果呀 我现在要是六千 那你这个 更加一倍 就我现在这样 没问题 抢了 没了 真是房梁上隔屎盆 架子不小啊 自己扯了一口公鸭嗓 还嫌弃人家 我看你就是光屁股看天 有眼无珠 俗话说得好 跟着蜜蜂踩花朵 跟着苍蝇进厕所 挨着金蓝面 早晚长出灵芝草 挨着臭毛房 避长狗尿台 爸妈 赶紧走吧 天马流星拳 放屁带连环 咱的眼睛可不是染缸 装不下这老头的各种脸色 别闹了 没用了 不闹了 也是磨叽啊 咱们就会照的 给咱们买行 好了 行 回去吧 别耽误时间 到远 这时间没用 反而不去 就会有个礼物化 猪往前拱 即往后跑 各有各的道 如果觉得不合适 就礼貌说开 重新再找旧的了呗 这么大年纪了 还不知道什么叫做 讲礼貌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哈 咱们明天见 咱俩合适 行了 你得把工资都给我 那你工资呢 我工资得纯上 留着养老用 养谁老的 让你自个儿老 还是咱俩都有吧 我自己的养老 相亲大妈脾气太僵 见面就要大爷全部工资 一分不给留 来相亲的大爷六十岁 每月工资一千七 自从和老伴离婚以后 大爷像脱缰的野驴一样 彻底地放飞了自我 那屋里造的 又是臭袜子又是灰 仔细看 这像不像六十岁以后的你 生活上的打理啥的 是不是也不是很擅长 我看你 我 也没人来 我家没人来 孩子也不怎么回来 所以说 造你没人的 大爷说了 打理生活咱不得行 打呼噜倒是挺厉害的 别看现在赚的少 等退休了一个月能领四千多 那你退休金能开多少啊 人家说都说能开四千多 我也没开到手 那你这个工龄多少年 四十二年 那你这个退休金应该能不少 这哪是老头 这不妥妥的老北鼻吗 姐妹们别有约 你陪老头下象棋 老头给你买枯棋 皮革厂会倒 小姨子会跑 老头有低宝 钱多是还少 那大爷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大爷想找个啥样 善良的 年龄相当 别比我大的 个儿呢 就跟我搬配就行 大爷这则我要求 只有两个条件 母的 活的 给大爷介绍的是 57岁的父大妈 我仔细看大妈家 这收拾的耗子来了 都得哭着走 多少钱呢这房子 整个夏令应该花九万 现在就差这三万块钱了 三万块 我还欠三万块钱 等到再出去干一年 回来就 刮完了就没有了 继续了 连买这房子 带装修 欠了三万块钱 嗯 再回来就 够养老了 虽然欠着钱 但是我看大妈 并没有怎么亏待自己 养得白白胖胖的 一看就是猪头肉 没少吃 大妈和前夫 因为家暴离的婚 现在只想 找个老头 安心过日子 不知道大爷 能不能安抚下 大妈 160斤的灵魂